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创业军思》 潮流现在很想怀旧 很多人喜欢听一些怀旧的金曲 或者晚上不睡 看回七八九十年代深宵的一些旧电视剧 不单止这样 现在还可以怀旧到室内滚足溜冰场 我回想当年的年代穿着校服 接着到溜冰场大家一起玩拉拢 都挺有感觉 但是怀旧的东西去到今天的香港 即是旧的招式的工作 代不代表今天也有效呢? 那就要问回我们今天的这位老板 就是一间滚足溜冰训练学校的创办人 明俊 你好 你好 明俊 你好 明俊 刚才说过了 怀旧这条招式是否有效呢? 先问回你 为何呢? 我记得我已经是水尾了 其实应该在七八十年代 香港是有几间室内滚足溜冰的场地 有些很disco的感觉 我踏的年代已经是水尾了 为何你现在会选择开回 这类怀旧的室内滚足溜冰训练场呢? 首先 话说应该是几年前 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我女儿在五六年前 一出楼冰的时候 一出楼冰场就戒了手 戒了手之后 自此她对楼冰这件事很恐惧 话说在2020年 即是两年前 三年前 她突然间在IC上 就给了一副LOLA鞋 她说 爹地我想踩LOLA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不怕吗? 我女儿当时 应该现在十九岁 现在十二岁 她说 这个都不是刀 是个车 我就跟她说 爹地为了克服这张恐惧 就立刻和她买到LOLA 去拆LOLA 去到LOLA牆的时候 到处找 为何会没有室内 去到室外 去到维园找室外 因为去到原来是一个单牌的世界 亦都被设计了一个单牌 我如是之后 跟她等了两个小时 等人来设计完 我就在那里踩 在那里踩的时候 在过程里面 一路踩 跟她每一个星期 都会去踩 踩了两个月 觉得那个感觉很舒服 原来有什么运动 两代的人都可以一起做 又可以拖着手 然后我又叫其他朋友来 我们来加入这些情怀 然后我就绑了一部机 音响去到自己在那里听 然后我突然说 不是啊 不如这样 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开LOLA牆 然后我的朋友 说 神经病 傻的 有鬼人踩LOLA 现在这样说 我就觉得 潮流的东西是带回来的 我就觉得不如这样 不懂的就教别人踩 你不肯定 那样东西多不多人踩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教了我的同事 那些伙计一起踩 其实那个环境 我就立刻去找一场 还有我觉得 在生意角度想的时候 那两年 疫情所致 那些人又飞不了 又运在香港 那两年 你看到整个IG 和Facebook 都可能是游泳 水啊 攀山啊 就是跳崖啊 很多不同的水上运动 都做完了 就是攀石 露营 那样东西 那我觉得 如果我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做一个室内的滚毒流兵训练中心 那不需要教人带 然后就 困了一班人在这儿 或者整班人在这儿 我享受的时候 就是我和我女儿 两家人在这儿 看着我们在那儿聊聊天 那我就毅然找了这个 滚毒流兵训练中心的地方 而第二就是 现在香港人觉得 无论是社会上的不好的事 怨气 所有的不开心的事 都好像这两年都发生了 那我想 我想去想一件事 令到香港人更开心 那我刚巧 我真的坦白 我那几个月 和我女儿去踩火把的时候 真的觉得感觉很舒服 就是两代的人去做的时候 那我就想 不行 我想找一个地方 令到所有香港人更开心 所以我的设计的时候 我首先 第一 第一 不懂踩 我就打算找人带 第二 我觉得 在我的概念 在滚毒流兵训练中心 应该是七彩的 应该是什么颜色都有的 我觉得整件事 你来到 是纷纷的事情 放下所有不同的感觉去做 那我就沿着这个理念 到处去找这些地方 去做 挺难找的 说到这里 大家都好奇 你这个场上有什么特色 那会不会有些 可能比起以前 有些东西 你是原用了 或者有些东西 是新加进去的 有的 原用了 因为我在这边做的时候 基于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计算 我原本也是用石屎地去铺 然后可能流了风声 说你这家店不是吧 室内墙 你不要有木地板 你不是吧 怎样可以跟回以前的感觉 什么 然后明明整好 然后我计算 不争都不争 再整好 就整好有木地板 其实原来我发觉 就算无论是 没有单牌 或者是商牌的朋友 原来的感觉是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现在的年代 人们很少踩到室内的 有木地板的墙 就是这个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 还有原用就是 当我们的训练中心 其实就是传统和国際学的分别 我原用了一样东西 就是 现在所有东西都是 手机食先 什么先行 我还用很多打卡的理念 吸引一班 可能他们不太喜欢踩拢拢拢 但是他迫着 都要踩拢拢拢拢拢拢 慢慢一步一步 慢慢就会享受到 既打卡的乐趣之余 又可以享受踩拢拢拢 但是我也强调 这一件事是一个运动 还是一个 都要控制它 所以我们里面 就会教别人 怎样踩拢拢拢 所以变成吸引多些元素 令到更多人玩 你的训练场 其实分两边 一边就是学踩的训练场 一边真的有木地板 对 像不像以前那些 播放强劲的disco音乐 灯光 我会 我会 我想用一些音乐 去带回这件事 因为以前的人 多数都是拉拢 如何去玩速度 现在我会注入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Rola 如果源于 70年代 是黑人用来跳 Rola Dance 我就尽量用Rola Dance 将融入去 其实严格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型的disco 但是健康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 这里会有什么喝酒 我说不行 因为其实喝酒很危险 因为你踩了Rola 你有什么事跌倒 我们是对不对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尽量都不会被别人做 那会不会有什么产品 或者服务 你都衍生了出来 还是纯粹 我明白 最初我都 什么都没有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做 但是一路做的时候 一路听到一些意见 一路去改进 改善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Rola Hire Rola Hire 配件 有些袋 最简单就是 我们训练中心 有很多不同的course 因应你的进度 有些不同的要求去上堂 但这些有些是兴趣班 有些是很实在的 花式紧独流冰 有些兴趣班 例如教你如何后流 拉拢 或者教你一些不同的 事情 就不是一个正式的表演项目 这样做 你觉得 现在你玩回一个 Rola Hire 其实真的将一个 在香港曾经 风波事的运动 但是变了色微 现在又将它扯上来 前景的市场发展是如何看的呢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 都要看大环境 所以我说 其实等于 我们要多教一些人 所以为何我说 训练中心 正如我最初的理念 我给另一个股东 神经病 有什么 哪有人买Rola 我就教多些人 所以我会提升 多些不同的兴趣 包括音乐 或者一些表演项目 现在想多些比赛 尽量去培育多些不同 喜欢Rola 这种运动的人 其实 我觉得 这一年这个啟发 Rola 有点有趣的运动 虽然它是运动 但我发觉 跟一般运动不同 就是 因为我可能有些 运动 音响 效果 或者打卡位 那变成了 上来做运动 或者踩Rola 是很漂亮的 无论他穿裙 也好 穿西装 也好 他都可以享受这种运动 你不同 打球 一定要穿得很Sporty 他真的穿得很漂亮 上来踩Rola 就来拍照 打卡 就变成了不同 有变一般运动 所以加上80年代 那种Vintage 的感觉 他们每个都会穿到 好像喇叭褲 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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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新生代 即现在的年轻人 有很多不同的娱乐选择 有互联网市场 亦可能有很多其他 运动 他都可以选择 你觉得Rola场这件事 有什么特别吸引力 可以吸引到新生代的年轻人 如果我这么说 其实如果吸引新生力的角度 在Rola场的时候 如果以前的年代 就知道 有哪种运动是合法拖女生的手 是很自然的 所以你很自然 你踩到Rola 旁边的跌一跌 都要扶一扶 你不能不扶他 就很自然 所以有很多人 一上到来就问我 哥哥怎样教我后留 我想拖女生的手 其实这些很简单的东西 我觉得挺有趣 所以我不是 我现在跟他说 我只是拖着自己的女生的手 其实挺轻松挺有趣 这个真的是很青春的回忆 很学生的回忆 一说你就知道 我的partner说 有什么运动是合法拖的 你见到很自然 所以这个位置是觉得挺有趣 和永俊说得很开心 就是说七八十年代 大家在读书 初中中和中学时候 一些青春的回忆 不如这样 这一节时间 我们就讲了很多 关于你的ROLA场地的特色 接着下一节再来说 就是要经营这个ROLA场地 究竟成本要多少 或者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要留意 刚才那样说 原来大家都喜欢有木地板 有什么元素要留意 我们回来再谈 继续回到创业军事的时间 明俊达 刚才就说了 你设计一个室内滚足流冰训练中心的理念 源于和女儿的一些活动 又或者以前中学 是不是中学年代的一支回忆 小学 其实我研究来说 我在潮人山中央球场 踩ROLA 其实我踩ROLA的时候 应该是五年级 五年级踩到中学 踩到中学 踩到德福 宾市 或者大古城 例院 那些地方都踩过 其实我也是美期 踩完之后 已经读书 那时候 基于当时是ROLA场 其实被人感觉很乏 很乏 所以变了那个年代之后 家长就不建议再去ROLA场这个地方 所以就开始昔眉 以前真的会比较乏 所以我都记得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尽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将这些不好的东西 如何去删除 将这些好的东西去做 所以有些人 真的 我到时候都跟哥哥姐姐说 为什么有些上年纪的师兄师姐 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规矩 这里有这么多什么 我说我这里 其实我说我最大的规矩 就是想令大家开心 如果有些人 有些学员 有些朋友 令大家不开心 都会破坏这个规矩 所以我就定一些规矩出来 尽量保障到大家 我都不想你上来玩 又不开心 你上来又弄了 或者你又做不到你想学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 我在以前的ROLA场 去得多 就觉得 应该我们要将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删除 正如所说 要承传那种ROLA文化 就要令到一班 年轻人 怎样严爱 或者爱上ROLA 才大家开心的运动 所以我就将不好的东西 尽量剔走 你第一个ROLA场就在北角 面积有多大? 大约17000至18000尺 那时开业的成本大约要多少钱? 其实开业的成本 一直都大约4至500万 其实我也不敢肯定 因为没有一个准则 也没有人开过 所以我问的时候 也没有准则 不过我也很感谢 比如说 找地方 都找了大半年 找了半年 有些地方又贵 有些地方又不适合 尺寸也不适合 有些地方 位置又不适合 有些地方 大得来 你如果成本很大 还有你的问题 很难在香港里面 你知道地产是最蓬勃的 你哪会肯便宜给你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也很感谢 我业主陈先生 肯一个相宜的价钱 让我去做梦 我跟他说 你租给我 你放在这里 就算很贵的租 你放在这里 现在的环境也不会这样 如果你便宜些租 你成为全香港 一个叫做最大的 努力训练中心 我也是想多些人参与 和令香港人更开心 那么业主也说 好 那他试试 其实我也挺好的 他做这件事 但是一路做的时候 我发现装修成本 其实不是很贵 但问题是因为大 因为大 其实如果你想想 我经常跟人说 如果一万八尺 装修酒楼 你没有一两千万 根本没有东西 但如果我一万八尺 其实四五百万 其实地方叫做相宜 所以当时 他看这个数据的时候 他说 没有的 那些灯很便宜 但是很多 一盏灯 那里有四十盏 你又要买烏拉鞋 你要配件 最大问题 我开的时候 原本又不是地板 突然说 不是 你怀旧 你不弄地板 明明弄好了 其实这样就开了 弄好了 又要重新再铺 继续计算 喂 差多少钱 弄好了 可能怀旧 那些人说 你都不怀旧 你都不弄地板 其实地板 我觉得不是不怀旧的问题 发现我做了地板 其实安全前度真的好很多 因为地板的吸震 你跌下去真的没有太多 如果你真的石屎地 跌下去 它真的痛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不只是怀旧问题 是地板安全很多 成本用了400至500万左右 现在的赚钱模式 又如何去收费 其实我们的赚钱 很坦白 有些人不觉得很贵 有些人不觉得 有些哥哥姐姐 你拿一张 以前的Lola 入场门票 我看 20元入场 20元入场 而我们的角度 是150 学生就100元 至200多元 如果相对来说 平均一个小时 我认为80至120元左右 其实我觉得 我那时候坦白 我都没有一个价格的准则 因为我都没有一个定义 不过所以 刚巧我北角的大厦 它下面又有攀石 又有跳弹床 又有Wall Game 我去定义这个定义 我就说 不如拉一条线 下面平均收多少钱 我们用这条线的准则去收 不要说太贵 因为没有理由 你下面收100元 你收500元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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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拉这条线去做 因为没有人知道 开个Lola 上收的钱 但事实上我给这些哥哥 就是金龟 但事实上我都不说 现在串金尺度 我已经 我就这样 这里交几十万租 你想想 我有什么办法 收个基本的 除了入场费 是不是课程都会收钱 或是产品都会收钱 课程通常跟教练会拆 因为我都想他们多些 即教练都要吃饭 我亦都这样说 那些教练多些上课 即我都想他们多些学生上课 其实这个位置 这个就主要我觉得 对我来说 训练中心不是一个叫做 这个位置就不是赚钱的 因为这个位置 我跟教练说 我是赋予给你们的 为什么呢 我会邀请一些厉害的教练 来给你们学 或者现在会有些心躁 可能会去别的地方 给你们上课 滑滑舞也好 因为我觉得 来体验的人 玩的人 有一班人 来实习想学的人 所以我是想 如果你正如所说 是怎样去 盛传这种东西 想多些人踩 就要多些人学 那多些人学的时候 我自然和教练觉得 多些人学 那你们多些收入 多些人学 我就尽量会配合 我觉得 我就不会特别在教练 或者我都想多些人上课 去学习这个努力 你刚才说到 要多些人踩 要多些人学 那怎样令到多些人 去知道 现在有一个 多怀旧的室内楼兵场 其实我都很多谢 一些可能我以前做娱乐的关系 可能正如我所说 各赛校的分别 打卡 现在的市场 很多时候都是IG 或者Facebook 所以变成了 很多人上来打卡 就可能会踩回我们 就是用一个互联网的角度 去做些事情 也都因为 有趣就是因为 其实上年一开 疫情又停了几个月 那几个月 没有收入 接着又被各大媒体 有些人上来租来拍电影 租来拍摄 那些人 那几天之后 有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歌 是不是你的场 在拍摄 我说 有宣传效果 有宣传效果 他就踩回我们的名字 给我计划 有些少少收入 其实那些就不是什么收入 但起码 我当宣传角度 那些人看到 原来你的场合 我都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 慢慢要滲进去 我就不可以觉得 你知道如果 在我角度 我做市场出身的时候 你讲告费 就算你扔了百万 一千万 一声就好像没有了 烧银子 我觉得 那我真的原意 是想去推广 这件事 就不是纯粹说 我要告诉人 这里有多少 我觉得 我就未必这样 那坊间 都可能会多了 一些同类的竞争对手 或者将来 可能因应市场 越来越受欢迎 都多了竞争对手 入来 那你怎样 会不会做多些事情 去保持自己的优势 特色在内 我自己真的不是一个 很热爱拆拆拆的人 我懂拆拆 我都有个心机 去如何培育 这些所有的下一代去做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 当如果有竞争的时候 唯有就做好自己那班人 所以我正如说 训练中心里面 你有学拆的 那些教练 我想提升你们的兴趣 提升你的能力 我就会在外面 找一些人去教你们 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未来我会在外国 请一个照片 例如Rola Dance 可能香港没有什么 叫做有比赛的准则 我现在在想 会不会在外国 请教练回来 去教你如何做Rola Dance 如何做这件事 或者未来 其实我们训练中心 都跟很多不同的学校 或者团体 有些叫Team Building 或者体验的活动 其实这一年 我都请了很多低收入 中文 补充 补充 等他们享受 下拆Rola的浪漠 我觉得 有时在过程里面 除了真的要赚钱 去养个Rola dance 你也有个教育 因为你训练中心 你也要去教育一些 原来我看到很开心 低收入给了中文 这些小孩子来到踳 其实他们都未享受 下拆Rola 我觉得 我们有责任去这样做 这些事情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存识 现在越来越多人都知道 你们是一个滚足流宾的训练中心 业务上有什么新的发展 我刚刚在荔枝角开了第二间 荔枝角在九龙区找了很久 地点也要对 要大众 你要大众化 就一定要令到一件事多些人参与 无论大年纪或小朋友 你才可以多些人享受 听到明春说 虽然他说到他未必太喜欢业务 但都很用心去经营 我认为众本门生意也是 你有个理念用心经营 加上有自己小小的原因 和女女的回忆 众本门生意应该会 我都会和同事说 来到的 其实最重要是 无论是同事好 大家都很开心 这个地方是大家都很开心 你们不开心 客人也不开心 所以我也是要感染到 这种运动是开心的 期待你越做越好 将这个宽乐继续传授给我们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的分享 如果你们都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住留言和给个like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铃铛 我们在最新资讯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Facebook Page 记住给like和share给朋友 拜拜